實際上卜卜和幽 Capitol住沒有這麼臉臭 其實平常你看 這裡有個自信的笑容 所以我直接用App先改一個基本的 剩下的問題就是 她的瀏海還是沒有很符合她 在動漫中的形象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幫她錫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走路痛啦 最近悠遊白書真人版的定妝照 大家篩篩洋揚 不得不說我看了之後也感觸良多 那我就想如果是造型師的問題 那我用App跟PS應該能救的回來吧 於是就有今天這個企劃 雖然我知道悠遊白書是一個八加九死掉的故事 太八加九了 真的感覺我好像欠他十萬塊這樣 實際上普漢悠不住他沒有這麼臉臭你知道嗎 他其實平常你看 就有個自信的笑容你知道 而且他眼睛很大 而且他的頭上這個瀏海到底去哪裡 而且我覺得他頭有夠大 有頭可以被梳好一點 所以我直接用APP先改一個基本的 剩下的問題就是 他的瀏海還是沒有很符合他在動漫中的形象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幫他修一下 其實可以不用那麼多 這有點太慘了 但是好像有點帥 好像有點像是在打包 我心目中的普方優柱大概是這樣感覺 定暗是大概這個感覺 接下來就是男野秀藝 我個人覺得所謂的戰馬 做事應該是女生 我從小到大都以為他是女生 所以我不care誰是什麼中性不中性 我去用便年APP 我先改一個基本的造型 頭髮顏色還原 我先把他弄直髮 比較偏女生 再來開始修正他的髮型 後面旁邊都有一些虛虛 我們都用APP呢 把每一個頭髮我們都改一個版本 來救救看他 首先我們會有兩條長長的這樣子 他會有一點肉耳 戰馬他平常coser的造型 大概是後面會亂翹 有點亂亂的頭髮 我心目中的戰馬大概是這種感覺 原本的這個比較陽剛一點的戰馬 我可能 然後再來就是飛影了 飛影的為人詬病了 就是他眼睛不知道為什麼是藍色的 不知道誰 白色封帶也太明顯了吧 這影也太操勞了吧 決定先用換你的APP 直接換了一張臉 髮量多一點 皮膚再白一點 雖然這樣有點涼 但是就是比較俱美嘛 飛影就是要俱美啊 不然在幹嘛咧 這個眼睛啦 眼睛是怎樣 好多了 然後他髮量應該再多一點 飛影啊 飛影大概是這種感覺 長這個樣子好不好 人家瘋帶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人家是個髮量 髮量比較多而已 眼睛要紅的 眼睛要給我紅的 最後一個方法可以超越了 好多了 翻站了 這就是三元 三元反而是最像的 缺點是他五光有點分散 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好囉 以上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真人畫版本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有想到怎麼修改的歡迎留言 最後希望悠遊白書真人版 可以換個造型師 讚讚 哇 五光 五光 七 五光 七 六光 五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